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我們有關於知識論的第二個部分 我曾經做了很廣泛的介紹跟解釋 讓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我們對於真 對於求真 有一種確定性的訴求 確定性的訴求 就是說這個確定性的訴求呢 感覺上很像談戀愛 你談戀愛的時候呢 一定會發生一種確定性的訴求 如果你沒有這種感覺 表示你還沒談過戀愛 所以很多人的話就是沒談過戀愛 根本不知道這種確定性的訴求的力量有多大 我們在座的同學或是旁聽的人有很多次 有戀愛多次的經驗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他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 就是100% certainty 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的同時呢 又是你無法接受任何一點點不真實 或是不確定感覺的關鍵 換而言之的話呢 你會要求100%的愛情 但是你知道這不可能 就像知識一樣追求的真實 你會要求100%的確定性 但是你知道不可能 不過這還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你在心裡一直告訴你是可能的 是可能的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知識論的討論其實只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凸顯人性中的弱點 人性中什麼弱點呢 就是你的那個心靈是無限的 是無所不能的 英文有個字 Omnipotent Competence Omnipotent 意思就是說像上帝一樣無所不能 God does everything 或是God creates everything 所以我們有這種共享的心靈 那同學知道這件事怎麼活用呢 你要了解我們最近新聞 最近的新聞 有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連續兩天 都禮拜天 辦過獨立的公民投票 獨立的公民投票 一個是在伊拉克的庫德族 另外一個是在西班牙的Gadalania 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非常漂亮 可是完全都不值得做節目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人是90%認同 那廢話還沒投入前就知道是90% 我覺得很奇怪 應該是100% 因為這是涉及到你的100%的確定性 但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原因是什麼呢 政治的現實 政治的現實是做不到的 這是活用的 這個不是我在這邊講說很多人 因為台灣的情況很類似啊 很類似啊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知道這次做不到 有些同學的話會覺得說 就是做不到也要嘗試 對 你強勢你先嘗試你自己 你拿你的愛情來嘗試 你能不能夠達到100%的確定性 所以這個我們上禮拜所做的事情 在活用大家就非常了解 所以有的時候說老師 那你這樣子講的話呢 你對於愛情的斟酌是可以讓渡的90% 或是60% 你是這種態度嗎 我說不可能 我也是人 我也不例外 我也感受到那種要求100%確定性的壓力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人本身來講並不真的了解自己 而知識論討論最後的結果 居然真的就是這個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 比如說 比如說 當我來問大家的時候說 你在這個求知的過程 就是你受教育的過程 對不對 求知的過程就是你受教育的過程 然後我請問大家 你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擁有100%確定的知識嗎? 你要了解 如果你說 請同學注意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我學哲學的時候我就知道 100%的確定性這件事情 當人家期待你 醫生只是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學法律的 或是學這個政治的 或是學什麼的 或是做生意的 你要了解人性的弱點 所以當你一聽到100% sure的時候 這絕對是謊言 這絕對是謊言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哲學討論這麼深刻 但是人的心理上的期待 這是人性中的 面對的一個瓶頸 bottleneck 說你談戀愛的跟鳥說 我先警告你 沒有真正的愛情 完了 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不是很 說你這個嘴巴很臭 就是說你這個人的話 人生很悲觀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這一點 你仔細想想看 我上禮拜已經透露一個訊息告訴大家 真正的哲學要活用 一定要突破道德的限制 這個大家一定要了解 因為你有很多地方 人性本身是有這個限制 有弱點的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是有錄影的課 講這個話都要負責任的你知道嗎 要負責任的 永生永世 不是說是你死了以後就不用責任 人家一看講說那傢伙亂扯 這個我告訴你 我講的話極有可能在我死之後 證明它的確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這是人性中所出現的弱點 不管你是學化學的也好 學數學的也好 學電機的也好 你就記住 百分之百的確定性 比方說 你的手機上有任何的瑕疵 你那個debug的過程 就是追求百分之一百確定性的過程 沒有這樣子的一種情懷沒有抱負 沒有人會用你的東西 跟一般人的想法很不一樣 所以了解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告訴大家 人性的弱點到底在哪裡 以及哲學上做了如何做了修補的工作 那我覺得宣揚人性的弱點是很重要的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對於這個外在世界的認知 我們對外在世界認知 比如說我看到同學跟看不到同學 我都會有完全類似 不能說完全類似 就是說有類似的認知 因為我沒看到大家以前 我說句良心話 我很多同學很多朋友不是哲學系的 後來跟我變成好朋友 是因為他們會主動來找我聊天 慢慢熟了 所以不熟的人跟熟的人 認知上的過程很不一樣 對不對 熟的人的話呢 是因為認識機會時間長久增加了經驗 比如說外表看起來很瘦肉的人 幾次談話發覺他內心有一顆強烈的心 堅毅不撓 然後看了外表很強壯的人的話 就發覺他內心非常脆弱 這個我當過導師我都見過 所以時間長增加經驗 如果沒有見過面 一看光看臉 孔子講關起摩子人焉收哉 那個是理性主義 那就是拼了眼神 有沒有用 也有 有一個人準備說謊的時候 英文有句話 Look at my eyes 就你有本領 你講實話 你看著我眼睛說話 我們人的認知方式就這兩種 一個是沒有經驗就靠理性判斷 人焉收哉 人焉收哉 關起摩子就是看你的內心世界 會反映出一些事實 沒有經驗 一看你的眼神鬼鬼祟祟 目光如鬥 這個 沒辦法呈大器 這個看相的 沒有用 不認得的人能夠講述未來 有人說這是鬼扯 但是確實是有人相信 還有一種是靠經驗 靠經驗呢 隨不重 易不遠 那不靠經驗 光靠直覺 現在你們都不相信了 你知道你們是進入了空前的教育上的浩劫啊 你知道你為什麼會進入空前的教育浩劫 因為你們的父母絕大多數都沒有什麼機會來受什麼哲學教育 開什麼玩笑 飯都沒得吃了還哲學教育 我們再多有很多人年紀比我還大 那個時候哪裡有人會去讀哲學 發瘋了 頂多是死前讀一讀佛經 還不讀佛學 那就不得了了 哪有人讀什麼人文社會科學 這根本就是沒有用的代名詞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的話 大家 現在大家開始發覺說 你沒有經歷過那種困苦的時候 你怎麼會知道什麼叫做這個努力學習 沒有窮過的人怎麼會努力學習 大家開始不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進入教育的浩劫 因為我們父母過往的經驗不足以教育 我們下一代 我們班上有什麼奠基系的什麼的 我們現在真的整個過程當中大家開始很懷疑 我們來大學這麼多科系 他們成立這麼多科系要幹嘛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人性有限制 真正的站得住腳的知識基礎是經驗 所以我們來講說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 理性最好的應用是數學 特性就是普遍客觀跟合理 數學這個東西沒什麼好講的 我們班上有數學系的同學什麼的 他們會覺得很無聊 就是算吧 就是有上帝的手在推動你的手在動 經驗主義就不一樣了 我們就是生活了 經驗主義的代表就是生活 特性就是特殊主觀跟習慣 習慣成自然 就這個觀念 生活 所以同學們會 可以慢慢就發覺 我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不是上班日子嗎 我到了城大 到台南去了 我到台南去了 我一下我發覺 看出來我喜歡 I look at everything with a philosophical eye 我就看發覺 看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發覺生活習慣不一樣 生活世界不太一樣 普遍客觀跟合理的知識 符合我們的其他 但生活經驗就沒有價值嗎? 生活經驗當然很有價值 就是經驗的價值 生活經驗的價值 應用的特性就是特殊主觀跟習慣 但是這個生活經驗可以分為內外兩種 內指的內在的心靈 而外指的外在的世界 兩者合在一起的話 就是用歸納的邏輯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什麼叫歸納法 完全不一樣 因為有一個哲學家叫卡普普 他說阿米巴變形蟲都知道歸納法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邊 他往這邊走你就墊他兩次了 他就不敢這邊往走 這就叫歸納法 這就是歸納法 反正你過往的經驗 可以決定你未來的做法 這就是歸納法的應用 這是人的本性 基礎 所以說經驗主義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它是一個真正的改變這個世界的哲學 我們通常叫經驗主義不叫經驗主義 我們叫British Empiricism 英國的經驗主義 代表人物是John Locke 我們把他當成政治哲學家了 他其實是講知識論 還有一個是蘇格蘭人David Hume 這是我們在底下要講的 那這個英國的經驗主義非常了不起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經驗主義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經驗是可以修正的 而且經驗是真的具有普遍性的 有普遍法則的 大家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經驗展現的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法律 英國的殖民地 太了不起了 你看英國人跟香港人長得完全不一樣 香港人寧可要當英國人 不要當中國人 那不奇怪嗎? 在英國人眼中的話 香港人醜得要死 但是他們覺得你嫌我醜的不愛是 我愛你 所以很奇怪 非常奇怪 像我們愛日本人 日本人愛我們 我們長得一模一樣 根本分不出來 那很自然會互相喜歡嘛 也會有討厭的 但是就很正常 可是英國人的話就非常不一樣 上上下下 通通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呢? 它那個法律的概念 它創造出一種普世的價值 這種普世的價值是有錯必改 所以這個英國的法律制度 就是它的科學世界 所以同學要了解 大家想到大英帝國成立的時候 英國已經丟掉美國這塊最大的殖民地了 然後居然開始建立大英帝國 為什麼? 在錯誤中學習啊 在錯誤中學習所有這個發生的錯誤的部分 所以這個1776年美國獨立了以後 那大英帝國還沒成立了 然後就能夠經驗主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認為學會經驗主義是生活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只能意會 不能言傳 上次我們上課講到迪卡爾 我今天強調了很多 迪卡爾的東西 當你講到我是故我在 你要記住 他其實是沒有主詞的 就是我是故我在任何人 這個沒有主詞的意思是說它是一個普遍的理解 有個東西在思考就能夠代表這個東西存在的含義 但是它會出現一種你一個人 可是經驗主義的話就是涉及到 如果知識會有意義 那必然是我們的心靈中的理念 可以跟這個知識有對應 否則我們說一些東西卻無法確定這東西是什麼 所以在洛克來講的話 就是覺得說人就是像一台 還沒有裝上軟體也沒有硬體的電腦 這個電腦像一塊白板先裝硬體 然後才可以接收軟體 這個概念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概念會具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家發覺 我們腦袋當中有很多東西 講數學這個大家不愛聽 我問大家 講道德 講道德 像這個化學系的同學說 我學科學的 我一點道德感都沒有 我認為人就是一塊肉 你不會講這種話 因為你講這種話的話 馬上把你爸媽請來 就說這個小孩子完蛋了 認為人不是人就是肉 那人 人是義於禽獸者己瀉 孟子講的 不是我講的 就是因為人是一個道德主體 比如說知榮祿會做判斷 我們現在的話呢 言談表達上不能讓人不舒服 不能讓人不舒服 尤其是男生 哪怕是老男人 尤其是老男人不能夠對年輕小女孩 講話有冒犯的意思 不能夠談論人家外表 只能夠談內心的世界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差別呢 就是因為這種evaluation 讓人感覺到說要有被尊重的感覺 人就要說to be respected 那狗不會尊重狗 可是人會尊重人 那為什麼人會尊重人 很多人會說不一定 在奴隸社會當中 印度的種姓制度 在原來的這個古希臘時代的 這個雅典的這個奴隸制度 主人對奴隸就不需要尊重嗎? 以前的美國這個南北戰爭之前的黑奴 白人對於黑人不需要尊重 什麼尊重 組織對奴才還要尊重嗎? 就沒有了 所以怎麼樣呢? 所以你會推論說 連道德 即使是最根本的to be respected 最根本的道德信念 都是後來演化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如果尊重你 你就會尊重我 你會尊重我 你會讓我覺得有安全感 我尊重你 讓你覺得有安全感 人跟人之間最大的訴求是安全感 因為基於要有安全感的訴求 所以我們會彼此尊重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可不可以推廣 推廣 所有的道德全部來自於utility 有用 道德就是有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想法? 你看 這個同學蒙點頭 是不是這種想法? 是不是這種想法? 好 問你呢? medical ethics 說人之所以是一個倫理的動物 完全是因為互利下的原則 人其實就是一塊肉 這個肉跟肉彼此之間相互尊重的話 對兩塊肉都有好處 所以我們才擁有這種道德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已經點了好幾次頭了嘛 對不對? 只是這個椅子太舒服了 那你呢? 化學系的同學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不是? 塗資器的 是吧? 你說說看是不是? 很重要的問題喔 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們沒有意見 如果你沒有意見的話呢 我等下接下來的話就要傷害 我們全班所有想要被尊重的人喔 馬上要是嚴重的傷害你喔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講? 完全是 我們就是兩塊肉 我尊重你才尊重我 我不尊重你就不會尊重我 對不對? 是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在奴隸時代 如果我是你的奴才的話 你不會尊重我 是這種感覺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道德完全是我們演化的衍生物 我們本身原來跟狗其實沒有差別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怎麼不是兩塊肉還不如狗呢? 人家狗還是會動的肉呢? 我們搞不好 是不是? 我們的本質是沒有道德的 道德完全是我們後來依附增加內容 是不是這樣子? 人是不是禽獸? 很多人覺得很 你不要受到這種致詞的影響 禽獸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沒答案 沒答案 我跟大家強調 做一個很大的爭議 因為你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人好像對於道德上的傾向 這個inclination好像滿自然的 說人是禽獸化 因為為什麼? 我跟大家強調 如果你認為人本身後來出現道德 先天上不需要 所有道德的原則都依附在utility上 所以你一到了特別變化的時代 你去看那個1942年的那個電影 你看會發覺當特殊狀況一出現 人的道德可以完全抹煞掉 跟有一些人在困難的時候 道德也不能輕言放棄 是有差別的 是有差別的 有一些人在 因為現在我們現在大家都很舒服 沒有困難過 沒有困難過的話 就有道德是很自然的 會強調這種女性貧窮問題的 講話要被尊重這種 但是有的時候遇到特別情況 如果utility這個概念 utility就是效益 如果效益不存在的時候 你可以涉及到一個非常原則問題 我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Michael Sandel很有名的課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我不曉得大陸怎麼譯的 就是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就是哈佛克 現在可以看到 其中舉個例子 三個人在船上把一個最弱的人吃了 對不對? 然後他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道德上有一些事情 即使這樣做對你有好處 你也不可以做 還有很有名的例子是 你手搬一下 壯死五個人壯死一個人的差別 他的答案並不是要你5-1等於4 救了四條人命 所以可以做 不可以 為什麼? 這不是utility的問題 對不對? 這大家都知道吧 還是連這個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是單純為了utility的情況的話 那有人會覺得三代亂講 三代亂講 因為事實上的話遇到了緊要關頭 有錢不賺 傻瓜也 非人也 所以說經驗主義的厲害就在這裡 經驗主義把最底層的道德問題 丟在檯面上來討論 這個是活用哲學的關鍵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輕易解決的問題 這個是你在學校 在家庭不會教你的 但是你在社會中遇到的第一課就在這裡 因為只有社會才是活的 家裡是虛幻的 學校是無用的 社會是真的考驗你 社會是一個有益的 把你逼瘋的一個環境 為什麼? 因為社會沒有愛啊 很多人 所以我現在在發揚這種 導師不要愛學生的這種精神啊 讓學生 學校就變成社會啊 這個非常重要 學校老師對我好好好嗎 道理社會 老闆哭 哭沒有用啊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經驗主義告訴你這一條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反對迪卡爾 他不贊成理性是知識的唯一來源 為什麼呢? 因為理性裡面講的那種 原有的那種認知 比如說我說人跟人之間 除了效益以外 還有一些存在的基本價值 我們現在要尊重女性 女性也要尊重男性 我們要尊重人家的性向 人家也要尊重你的性向 這是大家基本存在的理由 尊重存在基本理由 這件事情不需要論證的 是人的基本價值 可是問題是人的基本價值從哪來的? 這是理性上所推斷的結果 但是這個理性的結果 能不能夠當成真的的價值? 我已經講過很多例子 所以迪卡爾這一套 其實是構成了我們現在後來認知的一個基本立場 所以知識反映了我們心靈的理念 但是心靈的理念來自於經驗的累積 這是他的觀念 就我跟大家講的比較容易接受的觀念 這個觀點叫做唯物論觀點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唯心的社會 唯心的社會強調的是道德的認知 是來自於直覺式的認知 唯物的社會發覺一切的認知 都是物跟物之間相互碰撞的結果 所以同學們產生了一種 這個神經分裂的初步的徵兆 在學校學的東西越想越是唯物的 一道德社會開口閉口 社會責任啊 想到沒有營養午餐的小孩就山藍落淚啊 這不規則嘛 這不規則嘛 所以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兩種形上學認知的差別 所以說對於這個經驗主義者來講 心靈在接觸到任何經驗訊息以前 是空無一無的 但是問題是上帝呢 上帝的存在是因為你的經驗嗎 很多人發覺 不是上帝造了人是人造了上帝 你有見過一個長得像一梯一樣的上帝嗎 不能接受 說良心話 我們現在對於上帝沒有鬍子這件事情 都感覺到很難接受 為什麼 腦袋被訴約了 這是人造出來的 以前我上這個先蘇哲學 就先於蘇格拉底哲學 就有一個哲學家叫Sanofinnes Sanofinni他就說過 如果獅子有手會畫畫 他畫出來的神一定長得像獅子 不會像人 瑞典人畫出來的神一定是白人 伊索比亞人畫出來的神一定是黑人 所以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上帝 那上帝本身存不存在 好 那麼問題的釐清 就當我們說上帝存在 自由意志存在 靈魂不滅時 我們有可能說出一些普遍客觀跟合理的事物嗎 同學們要知道 這個西方哲學很重要 就是強調這種問題 他強調三個 就是這個上帝的存在 自由的意志 還有這個靈魂的不滅 這三件事情 就是天地人三件事情 有神嗎? 天 地底下的話有鬼嗎? 中元節 然後人的話呢 人是自由的嗎? 就這三個問題 為什麼就這三個問題呢? 因為這三件事情呢 都是說它不存在 好像不合邏輯 我上禮拜跟大家強調過 以前我們那時在進美國 說自己ethics的人要證明很久 講不清楚 講不過一個海關官員 講不清楚 要證明上帝不存在 太難了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 那上帝 因為很多同學講 那鬼扯了嗎 上帝 上帝 我舉一個無賴論證 上帝無所不能 我講上帝什麼的 結果來打我 打我 結果沒被打 所以上帝不存在 這叫無賴論證 人家不打你並不表示你不會倒楣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話可以往後一直不停地講 然後人是不是自由的? 人如果是自由的話呢 你做任何事要負責 但大家很容易後悔啊 對不對 講說我那個時候想要做的 我不能做 我已經見過太多了 我每天上個問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不受教育我吃屎就好了 就這樣子啊 沒有人敢不受教育 再屌 再狂的人 把頭都刺青的人 他不敢不受教育 為什麼? 這個社會當中已經沒有人 可以在不受教育的情況下 以野獸的姿態存在了 所以剩下的情況都是假的 都製造感覺 所以說我們在談到存在的時候 只能夠透過純粹心靈氣氛 這些事物的存在到底是什麼? 休默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在Hume David Hume 蘇格蘭人 太棒了 他說他接受了洛克的觀念 洛克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的心靈完全是像一塊白板 承受外在事物的經驗 在我們腦袋中變成理念 變成簡單理念 簡單理念 複雜的意向對應複雜的概念 比如說多次學習的結果產生 做事必須要小心的這種意向 那這個概念很複雜 動物不會有這種概念 不會有這種複雜的概念 動物不會有 動物永遠是簡單的概念 就是抓到這個放在底下 然後底下再抓一個再一打開 前面那個掉了後面又放在底下 所以不管偷了多少根玉米 得到的永遠是一根 人不一樣 人會因為袋子裝起來 最後把袋子帶走 拔了多少次結果多少根玉米 搞不好一次還拔兩根 對不對 人就不一樣 所以說呢 這個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基礎 理念是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轉換 所以心靈當中轉換 我覺得David Hume是公認的 是最棒的哲學家之一H-U-M-E 你如果認為你夠聰明 你就了解他 這個人是盧梭的好朋友 太棒了 他居然解釋了想像力在我們心靈中的位置 而且我覺得沒有人能夠超越他 解釋太棒了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人的心靈有一種複雜的概念 慢慢慢慢也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 就歸納 但歸納以後呢 這個複雜概念出現的時候呢 在我們的心靈當中 有另外一種整理的方式 比如說因為是認知的結果 所以這些概念有可能經過心靈的組合 與切割 產生新的理念 比如說心靈可以講把獅子長得獅面獅身 人長得人面人生 各切開一部分變成人面獅身像 變成想像的人面獅身像 然後把它雕刻出來 就變成人面獅身像 其實什麼狗頭龍 虎頭豹 什麼豬頭羊 都隨便你了 這個叫imagination 因為安因斯坦說知識的力量來自於想像力的發揮 我曾經一直鼓勵大家看National Geographic演完 不用再講了 太棒了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事情是來自於我們想像空間 這樣子的話 做了一個重要的結合 把我們的經驗中的內容放在腦海中 成為了想像的空間 各位同學你要知道 請你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件事情一直不斷地影響你 而且變成金科玉律 變成教條 變成你必須奉行 不遇的原則的話 那這個教條讓你的生活得到了一個 依循的標準的同時 也限制了你的想像空間 從此你因為受這個教育而變笨是自然的 同學有沒有聽得懂嗎 講這個話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如果你馬上聽懂你可以馬上檢舉 這個老師本身邀言禍眾 讓大家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再強調一遍 如果你受這個教育 他給你訂的一個規範很明確 很清晰 讓你能夠英文叫follow 叫跟隨的話 那你得到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生活的舉止當中有一個依循的 約定俗成價值 規則 規矩 還可以檢討別人 還可以說別人都不按照這個規矩來 還可以批評別人 但是你自己本身接受這一套規則的話 一定會變笨 不是有可能變笨 是一定變笨 為什麼一定變笨 因為人其實跟人之間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唯一的差別是想像力的發揚啊 想像力的發揚啊 我是活到50歲以後才體會出這個道理啊 我活到今天很不容易啊 我每天都是覺得很不容易啊 為什麼 因為我是個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 很多人認為這個沒有用啊 你想這些東西幹嘛啦 你每天 對不對 想這麼多幹嘛啦 什麼什麼的 你的父母都幫你安排好了 你都following the track 對不對 那你會變笨的原因是因為 你只要嘗試這個 而且相信他不對 你沒有嘗試另外一個 我跟大家講坦白話 為什麼你一定會後悔 因為你只活一次 你知道嗎? 即使你有來生的話 那個人也不知道你就是他 會知道嗎? 像西藏活佛轉世那一套 你會相信嗎? 你不相信的話 你就要記住你只活一次 你活一次 你的想像世界當中 被壓縮到只剩下標準版 你怎麼可能變聰明呢? 所以你受這個教育 這個教育有一個暗藏的黑暗目的 黑幕 要把大家教得很笨 我老早就懷疑了 我老早就懷疑了 唯一的窗子打開一股清流的空氣 Breathe coming through our mind 是Philosophy 因為Philosophy才有這種metaethical問題 就是說我們受教育的目的是 讓我們變笨還是變聰明 大家仔細想想想看 有沒有道理 所以說Hume他解釋了想像力 他提出一個拷貝理論Copy理論 他說感覺印象可以在我們心靈之中 拷貝成新的理念 然後心靈裡面像原子一樣 在心靈中的理念 比如說人頭馬 心靈力量就可以區分 你把馬跟人區分開來 然後把人的頭放在馬的身體上 就叫人頭馬 把馬的頭放在人的身體上的話 牛頭馬面 那個是在中國的地獄底下會見到的 太偉大了 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有想像力 我們也覺得說想像力 莫名其妙亂想 同學 人如果沒有想像力的話 人不會進步 對不對 沒有想像力不會進步 不會進步的話你 我們受教育的目的是要讓你進步 受教育的目的的話 如果是照本宣課的話 那投影片拿去的話 我們大家在一起睡三個鐘頭 然後就準時下課 你們用明思 我用遐想 那解決所有的問題了 上什麼課 對不對 所有的課都可以這樣子幹 你手上學的東西老師怎麼教 數學本來就不能教 手上的東西又不能教 哲學課的話也不知道學什麼 那來教學校幹嘛呢 想像力的發揮 所以說這是拷貝跟心靈 這個同學要特別注意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Human的話他提出了哲學史上 比迪卡爾還要嚴格的懷疑論 他說像力量Force 我跟大家強調 你知道他懷疑因果論 講個例子 他有個書叫Atrilis of Human Nature 他懷疑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他懷疑到什麼程度 多麼驚嚇 你打過撞球嗎? Snooker 你打過撞球嗎? 以前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最該學的三個學分就是戀愛麻將跟打撞球 每個人都會打撞球 問你爸媽就讀書的時候 在這個台大、東海、附近、學校、對面、校園 都是打撞球 小型的球台 打撞球的時候 你大概知道吧 什麼叫打撞球 你拿了球桿 看到那個白球 你不知道什麼叫Billion Snooker 你都不知道 沒有聽過 你打撞球的時候 你拿那個球桿 那個chark抹一抹 哇塞 我很厲害 然後對著那個白球啪一打 那個紅球啪一聲 進洞 這個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嘛 請問你 那個紅球為什麼會進洞的原因是什麼? 是什麼? 那白球為什麼會打到紅球? 因為什麼? 因為那根球桿 對不對? 然後那個球桿為什麼會打到白球? 因為我的手 如果是我在打 對不對? 所以我是真正的讓紅球進洞的cause 而且紅球進洞是一個causeality 它是個因果關係 對不對? Hume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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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完全錯誤 所以我在旁邊看 記錄 我只看到你來了 選一根球桿 Morremor Chalk 就是Morremor粉筆會 然後對那個白球 球桿很近 然後白球就動了 白球動了離到紅球很近 紅球就動了 進了帶你 我只看到這一連串的動作 可是我沒有看到causality 我沒有看到力量 哇塞 十八世紀中葉就有這樣子的哲學家 這違反呢 你要了解 我覺得我們輸就輸在科學思維了 我剛剛前面越講越激動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把我們變笨的同時 他們的教育把他們變聰明 從經驗論開始 所以道德的違反 很多人把這個人跟人之間尊重 當成教條來看待 完全不了解 經驗中告訴我們的內容 仔細分析 但是這個走到這個反對因果論 所以雄姆的懷疑論完全否定了 我們平日的信念 相信因果 同時這個懷疑論是強大 讓我們對於這些信念 無法找到任何令人滿意的證實 沒有辦法證明 你知道嗎 因果 比如說我講說 任何同學你今天會坐在這裡的理由 所以你為什麼會選這堂課 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的 即使如此 雄姆並不會因而認為 我們對世界是空無一物的 我們一無所知的 他不是這樣 他會認為相信 他不是講知識 他不是講知道 他是相信 我們的人的自然構造中 就包含了這種信念 相信 比如說我們相信因果 相信上帝的存在 相信自由的意志 相信靈魂的不滅 我們相信 但是沒辦法證實它為真 那所以這個非常嚴重 然後呢 所以他說了一句話 影響很深遠 也確實是證明了 這個我們要認知這個哲學用處 就是說我們一直以為透過理性的力量 可以讓我們獲得百分之百確定的知識 他說但是因為理性 沒有辦法去除掉這些思想上的烏雲 哪些烏雲 英國啦 這個雄姆甚至會認為說 坐在前面第一派同學不會打我這件事情 也是沒有辦法被確定的 沒有辦法被確定 他突然站起來啪一個巴掌 然後走了 我也沒辦法完全排除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 然後他打完他講說 你自己知道為什麼我打你 哇塞 那根本洗不清了我 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如果英國關係 那你不能夠排除 為什麼你不能夠排除 我沒辦法預料你的行為啊 所以我班上同學上課的時候 都表現得很認真的樣子 就代表他真的很認真嗎 那當然是假的啊 也不能夠說當然假的 也有一些認真 問題是什麼 那你不能預料人家的內心世界 至少你不能夠透過理性來預料 所以這烏雲 所以自然就足夠做到這個目標 你只能什麼呢 你只能說我相信你不會打我 我也相信我不會打你 所以我們會講說 我會相信這些事情在認知上 自然 我們只要透過放鬆心靈的力量 就是說你不要那麼緊張 所以什麼叫神經病 神經病就是發覺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是神經病 我有一段時間也因為很衰的關係 發覺真的有點像神經病 我再講說你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我說我的正常就是認為所有倒霉事都會發生 你可不可以現在我告訴大家 我是透過自己的精神力量治療了我這個精神病的 我後來發覺說倒霉的事情就真的是倒霉嗎 塞翁師馬言之非福 言之非禍 對不對 那精神的力量告訴我自己 比如說我每天覺得很忙 很忙就應該垂頭上氣嗎 剛好相反 我把自己想成 我不要把自己想成大學教授 我把自己想成計程車司機 忙就有生意啊 有生意就有錢賺啊 有錢賺可以改變生活啊 對不對 多好呢 對不對 計程車司機沒生意的話 閒閒在那邊還不是坐在那兒 我就發覺我們大學教授也去計程車 慢慢發覺忙好啊 不忙 講說你最近好不好 哎呀 忙得不得了 那是不是不好呢 剛好相反 錢很多 大家一聽 哇 真的 你可不可以叫我 我說那你要準備忙啊 他說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忙 不要忙 你等著過去苦日子吧 突然發覺取得制高點 所以輕鬆對待這個事實 就足以讓我們的感官知覺 也忘卻這些思想的方式 從這個哲學的憂鬱幻覺中脫困 這個是重要的 這是人生的一個態度啊 這是人生的基本態度啊 不但是告訴你 別人啊 也要告訴自己 舉個撞球例子 就是反對因果論 講這個例子的時候呢 一開始我也看不懂 因為這個因果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一個應用 我剛剛不是說過阿米巴變形蟲都會用歸納法 應用歸納法就是應用因果律嘛 對不對 有因就有果 比如說這邊來到階梯教室 你從學校要找到這個教室 第一次要花點工夫找 第二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地標 第三次來了就坐在這邊 最後輪馬上就睡著了 這個很自然嘛 為什麼呢 外在世界不會改變 所以原因是固定的 因此你坐的位置也就固定的嘛 對不對 安心了 如果每一次感覺都變 如果說下一分鐘突然一個大地震 整個台灣不見 覺得很好笑啊 問你能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呢 我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啊 我都覺得我快死了 我那時候人在台中啊 而且離那個 離那個南投沒有很遠啊 就是在台中南部啊 靠近那個霧峰那邊啊 哇 嚇壞了 覺得要死掉了 準備跟家裡 準備tell my dad that I love him 結果後來發覺電話不通 還準備了台詞 結果沒有辦法發揮 爸爸我愛你一切起來沒聲音 算了 很可怕 好 因果 相信因果是我們習慣中的一部分 那打撞球的時候 打撞球的時候 我們假設球竿上 就假設我的身體出現力量 這個力量一頂到那個球 那個球就載運的那個力量撞到那個紅球 那個紅球載到那個力量進了這個洞 對不對 你的問題是 沒有力量它怎麼會動呢 對不對 好 同學記住 你作為一個旁觀者 Bystander 你看到的是球在動 還是看到球裡面的力量在動 對不對 你作為一個旁觀者你看到的是什麼 那我問你 你看不到的東西 你講說看不到東西有可能存在啊 鬼就是看不到但是存在啊 對不對 但是所有看不到的東西都是我們懷疑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經驗論者認為一切的事物都來自於我們的經驗 經驗就是來自於 記住啊 嗅覺 味覺 觸覺 視覺跟聽覺這五種感官 除此之外完全胡說八道 說努力工作將來憑藉著一股不怕困難 能吃苦的精神一定成功 老師 爸爸 媽媽 老闆 我以前在大學上過一堂課 是有關於David Hume的知識論 這種都是可以被懷疑的 假的 為什麼 我看不到 我能看到的就是感官知覺 經驗中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作為一個Bystander 你看不到的東西你要說它存在 你憑什麼 我儒家的精神太偉大了 我們每一個人因此而重視教育家庭以及應藥五行 這個話我自己都說過 還做過長期的廣告 不曉得你們記不記得 我常常在講這句話 然後這標準的胡說八道 儒家精神在哪裡 你看得到嗎? 你看到了嗎? 任何形態的精神看到沒有? 說這個同學 你今天精神好好 你心裡想 三天沒睡覺了 說這個同學你看起來精神不太好 我說我天天睡覺 你看得出來他精神好跟不好 不是鬼話嗎? 經驗主義就這樣認知啊 對不對?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 我要強調的重點不是說你被撞球桿打了以後 你不覺得痛 這不是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是你看到了這個局面有可能是假的 比如說你看一個武打片啪啪啪跳來跳去的 打在地上啪啪跳去跳起來什麼的 全是假的 懂嗎? 他有可能是假的 因此他就不是100%確定的知識 比如說一個騙局 以前我們電影 我們那個年代有個電影叫虎豹小霸王 鮑爾紐曼跟這個勞伯瑞德敷衍的 從頭到尾全部是騙的 每件事都騙的 全部是假的 但是看起來通通是真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不能夠排除在經驗的世界中 有造假的可能 這個觀念 對不對? 是不是? 聽懂了嗎? 我們要要求的是100%的確定性 讓他有可能不是真的 就違背了100%的確定性 這個重點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了解 那就覺得說這樣子不是神經病了嗎? 沒錯 Hume講說 哎呦 搞這樣子的話 因為人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有信念的動物 而不是一個能夠擁有100%確定性的動物 來 你說 可是經驗主義不是就是要用感官經驗 歸納出來的法則本身是脫離經驗的 對不對? 比如說天下分酒必合合酒必分的原因是因為你像彭祖一樣 你知道彭祖活了800歲那個彭祖 然後看了好幾個朝代一下分開了一下合起來翻開 然後彭祖死前講說 天下分酒必合合酒必分 然後突然以後他死了以後完全分的東西就沒合過 合的東西就沒分過 的這種可能性 就是800年相較於人的歷史來講太短了 應該800萬年 對不對? 所以他出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但是你講出這個規矩 這個規則 這個規範 他應用的範圍 對他來講可能是對的 但是離開了他的範圍這個可能就不對了 那我們在討論知識論追求100%確定性以前 任何的規則都有可能出錯 所以我不是剛剛講了一句話 說教育一定會讓你變笨 很多人覺得說 對啊 老師講的有道理 教育讓我變笨所以我不要受教育 不要激動 不受教育的結果就變成禽獸 我要你理解 人就是這麼一個矛盾的動物 人是非常矛盾的 每一個人都是 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很不滿意 後來跟人家一比才發覺其實夠了 人是一個追求適當性的動物 而不是一個100%確定的動物 這可以用我們點出來的 這是我們講的 所以這個 所以你問的問題很好 但是你了解我的答案嗎? 你完全懂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結合起來 我為什麼要讓同學們稍微了解 因為同學要知道 經驗主義是英國人的起點 對我們來講已經如此的震撼 那你知道東西方文化的差距之大 差別之大 那你要知道這個差別之大 所以我們走了100年的冤枉路 100年 從1915年到2015年走了100年的冤枉路 就是發覺所有西方東西都好 而且他們的一個制高點獲勝的原因是 他們也沒答案 以後我們上到科學 因為我昨天晚上搞得很晚 把科學這部分做完了 我們的目的要告訴你科學不是萬能的 科學也沒辦法提供100%的確定性 你不要以為科學就是100%確定 規則 今天早上這個 諾貝爾醫學獎頒 昨天就是頒 就是頒宣佈了 那裡面的話 那個100%確定的話不可能 因為它永遠是probability 用統計計算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同學要了解 是統計的就不會真實 好 我們繼續上課 沒有問題了嘛 如果有問題的話 來來來來隨時 對對對 我喜歡一問一答 不喜歡上課 來 你說 你說有一種東西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 但是看不到它的存在 然後這個東西是算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是你的問題嗎 不是東西 在感覺世界中它就不是東西 對不對 那我說給你一個 如果宣揚你發問的情緒的話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廣義相對論的預測是真實的 好 你知道廣義相對論沒有得諾貝爾獎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他沒有得獎 對啊 他就是一個純粹的理論 對不對 如果他被證實像你講這麼穩定的話 他不是早就該得獎了嗎 人家那個居裡負人就得兩次獎 偉大就是偉大 對不對 為什麼很難證實 因為你數學上的模型能夠證實的話 你要科學中講求的是經驗主義 如果說是全部是講數學的話 那現在物理系學的廠論、旋論這些東西 就無所謂了 學生就不會有挫折感了 我們班上物理系的同學就有充滿了挫折感 他學的東西 他沒辦法投射在自然世界裡頭 他學了什麼東西 像你們電機系的話就很有成就感了 觸縫式面板解決一切問題 然後每一次可以與日俱進 你能夠想像以後出現了這個iPhone20XX 那進不成什麼樣子 我都不會意外我告訴你 以後的話iPhone20的話 出現的效能可能是 整個台大圖書館都進去了 不是觸縫面板的問題而已 搞不好的話你以後打電話的時候 這個人直接就站在你面前了 然後一關的話他就關掉了 都有可能 對不對 那在現實世界中可以展現 你在經驗中可以察覺的 所以這是經驗主義的一個基本立場 科學強調的就是強調經驗上的應用 而不是純理論的 理論是一個前導像是一個燈塔一樣 是吧 我在講我們一般在追求100%確定性的時候的自然世界 還不是你講的那種理論世界 要搞清楚 各位同學 你問一個很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切記 你一定要切記就是說 你學的這一套東西做學術人可以 可是你做一個自然人活在生活世界裡頭 你一定要記住經驗論的立場很重要 你一定要在舉例子當中 你不能夠講說schema加根號開平方 是為什麼衝要少三塊的原因 這個人家聽不懂的 你不能用那個計算的什麼學術的 來強調這個日常生活 你要搞清楚 我們哲學的用處是在日常生活 而不是在學術世界 所以我事實上對於學術世界目前的發展 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懷疑 我還滿懷疑的 因為我是學校最高層的倫理調查委員會的委員 我所有 所有現在學校的大小事情的話 我真的滿懷疑 就是說如果搞學術就是搞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讀書的樂趣在哪裡呢? 對不對? 像我這個非常有commitment的人 我這個一讀起書來命都不要的人 對不對? 那我發覺有什麼事情比我命更重要的 對不對? 這個樂趣在現實生活中 在自然世界中 在日常生活當中哲學才有用處 這個才叫用處啊 對不對? 好 同學有沒有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不好? 來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懷疑 我們的經驗本身是假的 我們看到所有東西其實是 任何東西反昇在我們腦袋裡面 就是透過眼球反昇在我們腦袋裡面的一些成像 那如果我們 你用腦袋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整個世界 代表到底是不是一個假的狀態 骸科任務一樣 Matrix一樣 對不對? 上禮拜講迪卡爾就是講你這個問題 通通是假的 只有我的心靈存在啊 所以哲學裡有個論證叫統中之腦 搞一個金魚缸裡面把大腦拿出來 聯繫外在世界放在金魚缸裡頭 他認知的世界完全都是 跟你現在的情況一模一樣 請問你到底是統裡面的腦 還是就是你現在的人? 才有這種問題啊 如果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話呢 有什麼不會的話 如果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話呢 那個迪卡爾的懷疑是懷疑心靈中的世界啊 但是他懷疑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他的存在 但是其實很多人發覺說 迪卡爾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整個外在世界都不存在 包括你跟我都 我看著你你還未必存在 我當然對你而言也未必存在 這是這種情況 但是這種懷疑的話呢 是一種屬於這種理性主義式的懷疑 就是我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確定外在世界存在 因為有可能在做夢 昨天上禮拜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夢裡夢外的差別 對不對? 很多人現在想講 你現在想想過去變成你記憶力中的一部分的話 你實在不知道他到底存不存在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呢 有人另外一種觀點講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經驗上的給我感覺非常容易證明他 從這個經驗的角度開始出發 經驗的角度出發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知道我這裡有隻手 另外一隻手抓著麥克風 這個手抓著簡報器 就是經驗當中是有客觀性可言 就是可以展示 可以展示在你面前的 那很簡單 所以經驗主義的話的立場跟理性主義就不一樣了 經驗主義是外在世界存在 我就抓著簡報器 但是問題是簡報器裡面啪、啪、啪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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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後電子、傳送等等等等 這個你看不到的 所以你很有理由可以懷疑這個 搞不好那個什麼助教在底下為了老師 老師一看到簡報器壞了就發狂了 所以馬上就是一看到我手在按的時候 訊息傳過來他跟著底下按按按按 搞不好這世界上根本沒有簡報器 你看到的經驗當中只是一種巧合 看不到電子 比如說即使你有是電子的理論解釋 也未必是唯一的理論 經驗主義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但實際上你就不能夠排除 他有出錯的可能性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同學們就了解了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進入了一個 為什麼我讓大家問到爽以後 再開始講康德呢? 因為我覺得康德是全世界最無聊的哲學家 我一聽到這個名字我就想睡覺了 因為康德600吃他的時候都要想睡覺 問題發生在哪裡呢? 問題發生在他把這個問題了解了以後 我們很明顯地留下一個問題 就是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之間兩者都不對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我們的確擁有知識的這個問題 大家不覺得很神奇嗎? 大家不覺得很神奇嗎? 像我對於教育提出這麼多的批判 但是大家會說 那這個過去的三百年來科學的進步 你能夠否認嗎? 你從那個 從那個大哥大像棒球棍一樣大 到變成現在插在你口袋裡頭這麼小 你不覺得他在進步嗎? 那這個知識哪來的呢? 你怎麼能夠懷疑這種進步呢? 文明的社會的改變呢? 你怎麼能夠懷疑這個呢? 所以這就變成了另外一種問題發問的方式 一個是問你百分之百確定的知識 另外講說不管怎麼講 這個知識已經存在了改變我們的世界了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後科學時期的哲學 而不是前科學的時期 迪卡爾斯前科學他是神學 迪卡爾斯神學 只有上帝才會擁有百分之百確定的知識 然後黑木的話嚴重地打了一擊說 人本身被上帝就造成這個樣子 人就是一個有心靈上有殘缺的動物 你要怎麼辦? 人的心靈有殘缺你知道嗎? 所以康德說不行 我們不能夠罔顧事實 我們必須面對事實 所以康德說 理性主義沒有辦法提供正實的知識 心靈沒辦法證明 因為證明需要客觀的證明 理性只有主觀 那經驗主義沒有辦法提供正實的知識 因為我們沒辦法證明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科學作為知識點判從哪裡來的呢? 那他要解釋這個 康德的問題就是要回答懷疑論與唯我討論 懷疑論就是Hume的問題 唯我論就是迪卡爾的問題 那他發明了一個名詞 就叫做意識 consciousness 這個名詞的發明 變成大家豁然開朗 但是是他發明的 我感覺到大家看一下 康德到底有沒有解決這裡面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他是為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 如果你對於這個科學的脈絡了解 其實我覺得用理性的角度來講 在這個推理的過程中 他給了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的話 你有理由反對的同時 好像是所有不讓人滿意的答案中最好的一個 懷疑論是我們對以往經驗觀察外在世界歸納結果的質疑 質疑這個結果是真實的 懷疑歸納法 我們當然可以懷疑歸納法 大家要了解學術上最大的成就就是 把一個大家一知信以為真的事情 徹底推翻 這是最了不起的成就 為什麼大家年輕的時候這麼喜歡革命 革命就在幹這件事情 為什麼年輕人一聽到革命這兩個字就很興奮 像我到了這個年齡就相信演化了 發覺革命沒有用 不容易了 有關於懷疑這個問題 唯我論是對於理性推理的 形式世界演繹的結果的之一 懷疑這個結果其實只是個人的 就剛剛後來那個同學問到講說 說你的存在、我的存在 其實都是個人、都是我個人認知的結果 那廢話 因為你如果完全從你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所以無論何這兩種結果都不符合 我們對於知識的要求 就是100%的確定的要求 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 這康德解答是從思考到意識 從我思考轉換為我意識 就是說我不是我思故我在 是我意識到我的存在 同學們知道這個差別嗎?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語意的感覺 我思故我在的話 這件事情強調重點是我思考 我意識到我存在這句話的意思是 在我有一個意識當中 這裡面我是存在的 這不一樣 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就是 如果我不存在怎麼會有東西去思考 所以這句話是有邏輯上的關聯性 可是我意識到是整個 比如說大家說 我舉個簡單例子你就馬上明白了 假如說你看一個世界上超級大的電視 那個電視當中它一共有800萬片畫素 你看到其中的一片就跟電視一樣大 你看到這片畫素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看什麼 那個projector在你離開800公尺以後 你再抬頭一看 它就是像是一個電視 在演出來一場很普通的戲劇或是一個電影 但是你看到的時候只有在顏色的轉變 所以你個人的認知 所以意識是一個整體的projection projected的感覺 意識是一個整體的 所以叫unity of consciousness 就是意識是一個整體的 我們需要新成立一個腦與心智研究所 跟醫學院還有心理系 還有什麼語言所合辦的 我上禮拜還 上禮拜五我還到那邊去講了 應該是三個鐘頭課 不過我講了兩個鐘頭就是了 腦與心智研究就是研究意識 你覺得意識存不存在? 廢話你覺得意識存不存在? 你能夠回答我問題就是存在 對不對? 但是你知不知道意識其實極有可能不存在 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意識有可能不存在? 打開大腦找不到意識啊 找不到啊 只有那個一片一片的那個 你覺得意識存不存在? 你覺得意識有可能不存在嗎? 蛤? 應該存在 否則你怎麼能夠回答問題呢? 對不對? 你意識當中你做得很舒服吧 對不對? 冷氣這個溫度調的還算好吧 不算太熱也還好不至於太冷吧 neither hot nor cold nifua nicho 對不對? 這些感覺都是整體的 所以意識是我們作為外在世界判斷的基礎 對不對? 但是意識本身 好 我現在不講 我們現在讓我們來承認意識存在 所以當我意識到這個世界存在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概念 這個轉換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我思考 所以我存在的時候 其實強調的是 當我作為一個思考的事物我已經存在了 可是過於強調我 使得他無法排除唯我論的懷疑 這個同學知道了 上禮拜講的東西 對不對? 懷疑的重點在於沒有理由 說明思考會是客觀的 我們知識之所以能夠成為知識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客觀啊 如果要講主觀的知識的話 大家可以講法內容非常多 非常多 但是的話呢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重點在哪裡? 大家會想到 知識為什麼要要求是客觀的 為什麼要求知識是客觀的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客觀的知識 是可以舉出四海而皆準的知識 主觀的知識是沒有用的 就是你認為好跟別人認為不好 之間是沒有辦法討論的 所以你盡量朝客觀性發展 所以你要追求客觀的知識 知識要成為知識的前提是客觀性 那個最重要的 主觀的知識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大套 同學們你要知道 講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遇到極大的關卡 因為我們教育一直在討論 就是要如何學會做你自己 強調我自己就是 Why should I compromise? 用那個Benetton的廣告 所以大家高中教育學的全部都是要了解你做你自己 因為我講的那一套東西 大家到TED去看 我曾經有TED有一個18分鐘的演講講教育 我說每一個人都要想到你自己到底要什麼 這種話 這種屁話我當過一段意見領袖 但是我發覺教育中講這個東西沒有用的 為什麼沒有用的話呢 因為很多人搞不懂 你要先學會客觀知識 才知道主觀知識的要領 所以很多人腦袋中不知道 學習的過程是一個不同的層級的一個發展 因為說良心話 那個知識當中 大家一定要了解康德對這個問題的強烈的感覺 就是如果知識只剩下主觀的知識 那就是獨我論 如果知識的話是客觀的知識的話 那還包含了科學的知識 所以這個觀念相較而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來 我們看一下 所以康德認為 透過我意識來取代我思考 在意識中 什麼叫意識 那我跟大家嘗試的說明一下 在意識中的內容 因為在意識當中 有一部分 也就是心靈可以認知外在事物的這一部分 心靈 也就是先於經驗存在的這一部分的認知能力 哪一部分能力? 哪一部分能力? 歸納法 演繹法 數學計算的能力 事物跟事物之間有關係的能力 比如說我年紀比你大 我身高比你高或身高比你矮 或是我體重比你重或體重比你輕 這種可以比較的概念 這些能力不需要任何對象 就是應運而生 阿米巴變形蟲都有這種歸納的能力 對不對? 這種在心靈的能力 這種認知能力 我們現在要強調意識中的內容 比如說如果沒有這種能力 那知識基本上就 這個人就陷入一個懷疑的環境當中 我跟大家強調 我們要懷疑知識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知識 而不是否定知識 經過懷疑的知識 要比沒有經過懷疑知識要鞏固得多得多 所以說這種能力具有客觀性 因為它在發生 引發主觀能力的經驗察覺之前 發生在這個之前歸納的能力 當認知能力將外在世界的感覺內容 轉換成為理念之後 經驗的主體性才因為概念化而出現 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看到同學 我看到這兩個同學 我覺得他們精神奕奕 學得很有興趣 所以看到那邊那兩個同學 現在精神恢復了 比剛剛好一點 那我這樣講的話 我這樣講的話 我能夠把它敘述出來 說這兩個同學精神奕奕 然後那邊兩個同學萎靡不振 那同學會覺得說 比如說看到以後 大家會覺得說用詞恰到 這兩個的確是精神奕奕 另外那兩個的確是萎靡不振 那精神奕奕的概念很複雜 精啊 神啊 意義啊 前一個意 後一個意 搞不好還不一樣 那萎靡不振的話呢 偽啊 迷啊 什麼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能夠把這個話能夠說出來 而且大家能夠看得到 你描述外在的情況的時候 你 我剛剛下課時間 跟個同學講 我的天啊 都已經10月3號還熱成這個鬼樣子 沒有人反對的 今天真是超熱的 大家知道你站在太陽底下一下就40度了 10月3號了 你們虛擾老家的話現在搞不好只有十幾度 搞不好 應該是如此 我們這裡現在不是世紀不分明 我們也是世紀混亂的 我們夏天剛過了不久 夏天又回來了 完全不能夠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講這個事情的話 大家會笑 會覺得聽得懂 為什麼聽得懂 為什麼我講的話你聽得懂 說今天很熱 感覺上這個秋老虎已經搞了好久了 說哪裡秋老虎 從頭到尾就是夏天 你聽得懂 對不對 你為什麼聽得懂 老師 因為你用了我們 對外在世界察覺的結果 所在我們腦海中形成的概念 作為表達的基礎 那你為什麼聽得懂呢 是因為我們對外在世界察覺的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有的時候就說 哎呀 凹熱難耐 用不出來這種概念 但講著熱得要命 那你都聽得懂 你完全聽得懂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用概念而表達的 這個概念本身在應用的過程中是無窮無盡的 搞不好過兩天 聽說過兩天要變涼了 突然發覺 哇 大家要小心身體避免遭涼 因為晚上你一開冷氣再加上天氣變冷 冷上加冷你很容易生病 聽得懂啊 為什麼聽得懂 我個人的感覺形成概念的過程 它包含了兩部分 主觀的部分是我對於感官世界的察覺 客觀的部分是我的心靈力量形塑成概念 歸納的應用啊 演繹的應用啊 關係之間的說法啊 形式啊 的這些心靈力量結合在一起 使得這句話有被概念化的 可能conceptualization 所以你只要檢討我的話的客觀性 你不用檢討我的感覺 你只要檢討這句話本身 概念化的過程是不是客觀的 如果你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你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社會科學 如果你要做管理學 做財經新聞的分析 像我一樣 那你要知道概念化的運用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跟大家講 什麼叫衍生性金融的商品? 你一聽 學財經的人講什麼廢話 這個很簡單 derivative 誰不知道? 你不學這個 你學外文 你知道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沒概念 為什麼? 為什麼叫沒概念? 想都沒想過 那我給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呢? 就是像打麻將一樣 站在後面插花一樣 我不要看排局 我只要講這個人贏了 我就贏多少 就是他衍生出來的商品 然後插花或插兩圈 這樣講的話 他實質上的交易我不做 但是我交易他們交易的結果 這個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一聽 這個概念化的過程中 然後用數學包裝 發覺有道理 你聽得懂 有人還是聽不懂 還是聽不懂的話 你過來玩一玩 輸了以後你就懂了 因為沒有比這個再痛的 大家一定覺得這個好像很好笑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樣子就會懂呢? 因為它有客觀性 贏了跟輸了就很明顯 賺錢了跟賠錢了很明顯 就會有這種差別 所以我們的世界完完全全討論的是一個 我們不是在討論我們的世界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世界有什麼 但是我們的世界被我們概念化了 多棒啊 就是這個 這個康德的這個概念 conceptualization 這個概念讓我們突然發覺 其實我們不是在談到這個世界 我說一句良心話 當我跟人家交談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這個人真的心裡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把它概念化歸類為幾種 可以教導的 跟再怎麼教都沒用的 兩個極端中間 稍微教一下就全懂的 教了很久還是不太懂 有一次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我以前花了很大功夫在做盧梭的翻譯 我這個我覺得很得意啊 我非常得意 因為做了這個十八世紀法文的翻譯很辛苦 結果我有一次剛好遇到一個 萬文系的朋友 不過不是台大萬文系 我在車上跟他講 我現在做的工作翻譯多興奮多 多有 多有成就感 那個裡面的句子我都會背 唸出來 他跟著我一樣 哇 超級興奮 哇 對對對 我就是覺得 哇 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什麼什麼的 講得好高興 一路上 我都沒睡覺 好高興 那時候還坐遊覽車從台中回到台北 後來他跟我講 他說 你那個 剛剛提到那個人 我要記下來 叫梭羅是不是 叫盧梭啦 他說啊 在他一路上完全講反了 我不知道是我在講我自己還是講他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概念化 就我講對對他來講 他聽得懂但是聽錯了 這個當然很傷心 很傷心 後來我發覺從此我再也不跟人家聊學問 連名稱都倒過來 就就就就就沒了 就沒辦法 但是呢 重點來了 你有什麼好難過的 你講的就是代表盧梭的一個概念 他也講代表梭羅的概念 他搞不好也 因為這梭羅是文學 對不對 那盧梭是哲學家 他各取所需 反正這個世界是我們表征出來的 你有什麼好難過的 這個是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當中 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說心靈的認知世界解釋 我們所有以客觀能力察覺外在世界的結果 就是概念化的過程 所以心靈作為知識主體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連結心靈中的內外世界 心靈認知的結果不是光思考而已 思考沒有對象 是意識的 像是個projector一樣 是像是個連續劇一樣 是一個完完全全外在世界 你看一個連續劇一樣 你看一個小說 你看一部電影 你看一個故事的情節 你會不會感動 你看到很 看到一個讓人感動的電影 你會不會觸動你的真情 當然會了 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像我小時候看愛國電影都非常感動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感動 那個場景我都覺得 我後來發覺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容易受感動呢? 不知道 但是就是很真誠 那 我最討厭什麼人你知道嗎? 我最討厭 當我很感動的時候 旁邊就跟我講說 老月不要哭了 什麼都假的 關你屁事啊 我就要受感動 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現在是電影院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煞風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老子什麼正正享受情感的時候 你突然跟我說這都假的 對不對? 還有人說看鬼片的時候 眼睛蒙著講說 可怕的地方結束沒有結束了 然後拿下來 那你來看什麼鬼片呢? 就是要看鬼啊 對不對? 這是神經病嘛 是不是? 反正就這樣子 那康德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就是一個自我麻痹的 就是說 這個叫representation 就是一個表真 我們看到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表真的世界 至於世界真的什麼 看到說那沒有人知道 我們看的永遠 如果你想要有客觀知識 那你就要看這個 那如果你沉醉的時候說主觀 不斷地追求 那你追求吧 那像迪卡爾一樣追求 就沒有了 是二選一 假的但是很有趣 然後另外一個是 也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絕對很無趣 你要選哪一個 那想想假的但是很有趣 聽仔細 另外一個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真的很無趣 那想一想那還是有趣的好 所以就變成我們現在的世界了 變成我們現在的世界了 每個人都這樣子 每個人都這樣子 每個人都活在這樣的世界 這是康德一個很偉大的貢獻 所以說心靈的結果是意識 意識中知識對象原先不是意識 但如何將意識中的內容 跟外在事物的內容 意識中的內容就是歸納法吧 因果論 跟意識跟這個外在事物 就是我們感官知覺 兩個結合在一起 相連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回去懷疑論 對不對 就不能懷疑了 就是說我現在有外在的事物 變成我們感官知覺 變成概念 概念我可以說出來 對不對 我說不孝友善無厚為大 這句話說出來 一般人 你不要講是真的假的 但是你聽得懂啊 對不對 這就是鼓勵說你要生孩子 對不對 就是出現這個 我這個話都是順口講出來的 說病從口入或從口出 這是一個經驗法則的運用就是歸納 說少說話 沒人把你當啞巴 沒事的話的嘴巴不要張開 張開的話吸到空氣裡面有細菌 吐出來的空氣的話 有可能招致殺生之禍 好 所以再來聽 我們上課內容也是一直用不停的 一直不停的用概念來讓大家聽懂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訓練一個人上課演講辯論表達 要訓練他概念化的過程 對不對 要說對於在台大教書的時候 要能夠 要能夠這個言談不俗啊 對不對 要出口成章啊 對不對 要能夠講述生活的意境 同時要讓人家了解存在的價值 這種話要一直不斷地在表達 這都是不停的概念 那很多人講說我未必能夠吸收這個概念 沒錯 但是我寫出來以後 你慢慢讀你就會了解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我意識中的一部分 是客觀的 也是主觀的 所以我把主客結合在一間 如果我們可以說心靈中的事物以外在思想之間 有因果關係 而不是純粹胡思亂想的結果 如果我要講我胡思亂想的內容的話 我就不會成立一個句子了 我們句子本身來講 就已經包含了讓人家聽懂的結構 先主詞 然後動詞 然後是受詞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人講話的時候很有自信心 對不對 Whenever I alter something in English It's perfectly correct in both grammar and its meaning 聽不懂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you don't know English 這自信心很重要 對不對 有些人講說 原來是有些人對於這個表達的概念化的過程當中不了解 不敢講 為什麼 害怕別人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害怕 覺得丟臉 為什麼呢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胡亂的個人主觀思想說出來 想要客觀化的過程被打槍失敗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所以說康德因此把我思考轉換成我意識的內容的時候 有一個優越點 很好 意識中所呈現的內容跟思考的對象不同 思考對象會因為胡思亂想而有所改變 對不對 可是意識之中所呈現的內容則因為 由理念組成所以形成概念以後可以說是固定的 甚至可以不顧外在世界的情況 由概念的重組形成一個整體性的認知 意識形態就這樣來的 固定的 比如說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這就是意識形態 說殺了我 我都不認為他是假的 這就是意識形態 太多了 意識形態太多了 三民主義是最進步的思想 這不是意識形態什麼 以前還考試了 你們很遺憾你知道嗎 三民主義是真的重要的關鍵 願意讀的人考100分 不願意讀的人考0分 比數學還厲害 非常重要 一共600分 差100分 對不對 涉及到人格教育 所以說這個說明什麼呢 這個就說明你在表達這個立場的時候 意識當中你可以形成一整套固定的想法 我跟大家講 這不是開玩笑的 同樣是唯物論 可以講到道德的演化過程 也同樣是唯物論 可以講到這個意識形態的鬥爭 同樣的一樣的概念 為什麼 就是你把意識的內容固定下來 就會出現這個結果 比如說我們這邊經常 也是有非常多的意識形態 什麼社會責任 又什麼一大堆 什麼什麼幫助窮人啊 什麼的 我不是反對所有的道德勸說 我這邊要藉機會澄清一下 我也不是反對什麼要幫助別人 或者被別人幫助什麼的 但是我反對把這種意識中的內容固定的表達 當成教條 我反對這個 裡面應該跟著一起反對 就是說你要發覺像我很反對 我舉個例子 我們學校有個系 我曾經跟我們這個學校這個系的老師講說 自從有你們這個系來 我聽說我所有印象當中 你們的系針對於所有政府的觀念 統統永遠是反對的 沒有贊成過任何一件事情 請問你 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比如說有人認為一聽到你 你是台大教授 哇 好厲害 你是哪個系的 哲學系 一聽 沒用 請問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像你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哲學系的 跑來看老師耍猴系 基於一種同情的立場 說看看你能夠把這個沒有用的科系 講到多有用 我來看看你 耍 你再耍 對不對 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哲學員沒用 哲學員沒用可能是意識中的 為什麼 用很難決定 效益效用很難定義 什麼叫有用 那我們一大堆一些系統學 學醫有什麼用 你好像講說我學醫可以救人 你救誰啊 你救 你搞不好害人 那你講下去 可以完全 每件事都可以被懷疑 那你哲學有用嗎 我們已經先承認沒用了 我們跟你唯一的差別是 我們先承認沒用 後來證明的確沒用 你們的差別是先講有用 後來證明也沒用 這有層次上的差別 這個差別很大 所以也基於這個立場 要告訴同學說 你要分清楚意識的內容沒錯 但是意識形態就有錯了 同學要搞清楚 要隨時檢查 你自己相信的東西是意識的 還是意識形態的 隨時要檢查 比如說 我聽一本書寫過一個序 叫民主在退潮 民主在退潮的意思並不是我反民主 我反什麼民主 我是說你如果把民主本身當成意識形態的結果 你會發覺它其實會退潮流的 你認為選了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投完票的結果就是民主的結果 那你就犯了一個意識形態的錯誤 就連民主制度本身來講都有可能會意識形態化 這是我要講的意思 整體認知 所以說 這康德說的 民主制度最適合人類生存的政治制度的時候 我說的話並不是全然主觀的 因為我表現的是經驗世界中的歸納 但也不直接指涉外在世界 因為這個物理世界 並沒有任何人類組成的設計或者制度 而是由我表達經過理論與概念所組成的意思 對於康德而言重點是這一句 並非全然的主觀而擁有客觀意義的話 這個是我要強調的重點 很多人會覺得說錢很重要 但是錢不是一切 這個有錢並不是什麼都好 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有錢不是什麼都能 沒錢是萬萬不能 這個人的限制本來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 那意識的整體性 我稍微介紹 這是康德發明的字眼 用來形容心靈中所有思想跟感覺 糾纏在一起 稱之為意識的整體 這個事實等於個人意識的整體 聚合心靈的力量 綜合思想與感覺的能力 解釋或者指涉他所認知的現象 是這個感覺 意識的發明的話呢 就是思想跟感覺 能夠要形成我們的認知的一段話 要經過概念化的過程 就是語言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化過程 就是concept是概念的形成 個人思想的印象可能只是意識中出造事實 Role facts 但是他們能夠被認知 能夠成為整體的事實 觀念他們的形成 必須靠心靈中的整合力量 你透過了歸納 透過了演繹 透過了關係 透過了形態 形式 你就可以敘述一段話 可以講它的內容 那這個是重要的 那這種整合能力 整體的能力叫 康德叫做categories 叫範疇 是講我們的先於經驗就擁有的能力 比如說人的歸納能力 人的因果的認知 人對於這個演繹的數學能力的認知 這個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 意思就是先於經驗 然後跟這個事實結合 所以說這個範疇分為質、量、形式跟關係 就是將思想跟印象綜合在一起的規則 最主要的關鍵點 就是人天生就有應用範疇的這個能力 那麼這種能力在應用上的這種 很自然而然的應用的方式 所以讓大家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認知 人可以不但有想像力 我剛剛講到Hume 發明了人的想像力是來自於人 腦袋當中有拷貝理論跟原子理論 把事實可以分開 人不但有這種拷貝的能力 人還有一種很偉大的認知能力 就是概念化的能力 有壞學生 對不對 好壞就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好學生的概念比較容易 比如說我跟人家講說 我在台大教書 所以我的學生都是好學生 人家一聽就知道 這個好講的意思是會考試 會考試的學生叫好學生 那會考試的學生在概念上來講 有沒有可能是壞學生呢 有 如果要是另外一種道德上的好壞 跟學識能力上的好壞又不一樣了 可是它可以被概念不斷地釐清 所以我們要注意 在意識中我們要釐清的世界 是一個表真 這個表真這個中文講得不好 是一個被我們用概念所代表的世界 這個比較好 真實世界中是沒有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看人不看表面 你看內在美 你怎麼看內在美 看得出來內在美嗎 你覺得內在美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只有外面表面才是一切 你覺得男生的內在價值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摸得出來嗎 看得出人的內在價值 我告訴你嗎 很難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內在價值是什麼 我太太常常說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穩定 他完全不知道我有沒有內在價值 就是覺得那我認為很偉大 我就跟他講說 我事實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內在價值什麼 他說你為什麼連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然後還教人家哲學 我說我告訴你 哲學只能夠教人家我能夠概念化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教人家 連我自己都不能概念化的東西 我怎麼教人家 對不對 想一下 同學們要想一下 太重要了 好 我們只能夠教人家 我們只能夠告訴人家 我們能夠概念化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譬如說 哎呀 我情感很 不是 我情緒很複雜啦 這個沒有概念的東西 說不要問我啦 亂七八糟了 這是精神病的一種最後階段講的話 對不對 這本來就這樣子 那想說你可不可以稍微穩定一點 把你心裡的感覺慢慢慢慢地分析出來 那讓我想一想 你想什麼 找概念 找適當的概念來表達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說人天生就有這種能力 所以康德他的結論 我並非全然主觀地擁有的意識 為綜合思想跟感覺 而綜合使得客觀判斷成為可能 請記住 為了讓客觀判斷成為可能 做了非常多的改變 這是關鍵 為了讓他可能而可能 然後第二個 我的知識必然僅是這個世界中 對我所呈現出來的表真知識 這個我也說得很清楚 好 來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結束了 來 同學有沒有問題 可以再想一下意識跟意識形態的差別是嗎? 意識跟意識形態的差別是嗎? 我們的意識就是我們用概念來表真這個世界的結果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 如果你空想 亂七八糟 胡思亂想 它不能叫意識的原因是因為 它沒有辦法用句子表達出來 你的思想其實就是你的語言了 對不對? 這個大家要有基本的概念 我們祝小花學長這一點厲害了 那你要語言要表達你需要的是概念 所以概念化的過程是使得概念出現 這個同學們 你們不習慣用這種字語表達 我就慢慢講 就是說你的腦海當中你在學習的過程 其實你在學習人家概念化的過程 比如說你現在學習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敦品力學 知不知道敦品力學是什麼東西? 台大校訓的前半段 對 那你學會了這兩個概念 敦品的話就是做一個好學生 力學的話做一個知識上的進步的一個學生 比如說這樣子 那麼這樣的話你學會了 原來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你們西北工業大學也有校訓吧 努力工作 比如說 whatever 那你學會了這個概念化 你在你的意識中就出現 以後人家問你講說 你知不知道台大校訓 有啊 敦品力學 好 其實後面還有四個字 但比較有爭議 就不講了 那你在這個教育過程 你學會了意識當中出現了概念化的運用 然後你把你的整體性的表達 敦品力學這種字 沒有意識你是沒辦法表達的 因為腦袋胡思亂想是不能表達的 這個沒問題 所以你所有能夠說出來的東西 但你說出來的東西以後在意識當中 如果你把意識中的內容的解釋變成固定化 把它fixed fixation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認知的過程當中 認為敦品 就是說完全等同於行為等同於校規 校規的話就180條 每一條每天無日三省無身 形式有沒有完全符合校規 就你的行為就完全等同於校規了 有這樣的認知 等於什麼呢 就把固定成為一個行為的形態 ideology 就是變成固定了 然後你就會認為說 你的行為本身的自主意識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完全按照校規來做事 這個時候校規決定了你的自主意識 就變成了意識形態 這個意思 那這種問題的話很容易發生 為什麼 因為自主意識就是涉及到自由意志 要解釋這個意識中的內容 比如說大家要知道概念本身來講 每一個concept都有可能被進一步解釋 敦品 我們不要講力學了 算了 敦品 敦品這個概念 那個品德 他媽太難定義了 我跟我們系上一個專門教品的教育老師 對於品德這兩個字概念我理解完全相反 你知道嗎 他認為看到紅燈就會停車 是一種品德的高尚表現 我認為這是一個弱智的表現 認知上完全不一樣 我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完全是外化的 而沒有主動的這種解釋的能力的話 這是一種弱智的表現 他認為任何人針對於所有的規則都有自我解釋的空間的話 這個規則本身還有什麼價值 法家跟道家的衝突 道法本同源 但他們的衝突是來自於這個認知 比如說我認為在鄉下地區都沒有車子了 看到紅燈還不照樣過去 節省時間呢? 比如說我這樣子解釋的話 人家說你這是絕對錯誤 說人家絕對的錯誤的話 就是用那種規則來取代人的這個自由思考 但是 品德到底誰對誰錯有議論的空間 人家說你這個叫違法 違法就不對 那認為法都完全對了嗎? 現在年輕人不是喜歡講法也有惡法 不是喜歡講這個套嗎?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說內容當中可以討論的部分很多 主要是能夠活用這幾面的概念 這我要強調 我應該有回答你的問題吧 對 好 同學們 不要有意識形態 但是一定會有意識 強調就是Hume那邊強調說 就是在理性上算畫了一個界線 說我們在理性上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證實 然後我們只能用相信的去代替某些知識 跟後面的強調打破意識形態 是否有一些衝突 我跟你講 Kander是針對Hume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 而解決的方法是用我們的概念 去表徵世界來取代 取代我們原來追求那種 用自然本性中就可以擁有真實的那個世界 Kander說我們不可能擁有真實 他取了一個名詞叫Deanthic 就是物置身 就是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這個叫物置身 比如說你知道這個椅子 這個叫椅子 但是這個本身的材料裡面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Kander說我們不需要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只要知道我們人跟人之間 能夠溝通的那個表徵世界 所以他用了一個世界 然後宣佈它為真實 然後來解決了Philm的問題 也解決了迪卡爾問題 這個我們這個世界本身來講是一個表徵後的結果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非常重要的理念 因為你活在世界當中有沒有真實 我告訴大家 那回頭來講 我個人認知 人活著為了快樂就好 但是快樂不是真實的快樂 而是活在一個 約定俗成的世界裡頭的快樂 懂嗎 不是一個說絕對的快樂 尤其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約定俗成的社會 有時候打破約定俗成可以 但是要面對比較多的挑戰 要追求真實的過程 因為追求真實的過程是無止盡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認知其實是重要的